当美元再度走高的时候 中国在这个地方三只脚 如果全部折断下一个失落的年代 中国要格外的小心 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 这礼拜的单元我来跟大家谈一个主题 美元的强势世界必有大势 4月结束以后 全球股市仿佛像经历一场股灾 都出现大幅度的下滑 台股跌了1101.2 跌幅达到6.26% 全球股市包括费城半导体跌了14.85 也包括纳斯达克跌13.68 危机的当下 我们看到美国联准会 不断的把升息收表的进程 不断的再加码 最后升息到底是7码 9码或11码 大家莫衷一事 但是对全球景气的下滑 大家普遍开始有共识 4月以来美元不断的上升 我们看到美元到这一周 其实最高来到103.928 103.928 我们大概如果从11年之后 你看到美元在川普的时代 2010年的最低 一度到72.696 2021年其实最低它从89.209 开始一路上升 这个上升到103.928 它等于创了19年的新高点 在美元的上升的情况之下 它也带动所有亚洲货币 都大幅度的贬值 这当中日元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作 日元从102.6 在很短的时间它已经跑到131.23了 大家一定要去思考 在过去很长时间 日本首相每一个人都努力要让日元贬值 但是都达不到目标 这一次日本首相没有在喊话 但是日元已经贬到131.23了 韩元这次也来到1276 都创下近期的新低 大家印象最深刻应该是新台币 我们已经跑到29.54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 新台币升值到27.375 那么没想到很短的时间 又来到29.54 一方面当然外资在台湾大卖持股 把钱汇出的情况之下 加重了台币的贬值的气势 另一方面日元的贬值 同时也带动新台币 也不得不贬 所以我们也看到新台币在今年的贬值 让大家印象深刻 这当中人民币在过去一段时间 跟新台币是全球最强势的货币 现在开始进入到一个贬值的轨道了 我把1980年来的美元的走势来回顾一下 每一次美元在最强大的时候 其实这个世界看起来都有灾难 我们先看到164.72的时候是1985年 大家都记得1985年是广场协议 在广场协议的时候 美元最高价 扣被引发的日本的泡沫经济 2001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爆发恐怖攻击 美国的双塔被炸毁 全世界恐慌当中 美元成为避险货币 它这次跑到121.05 这一段时间大家看到 日本下去了 然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 那么中国奠定开始一个 全球化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所以在最近我们也看到 WTO的秘书长 他说经济破碎化 恐怕使得全球GDP会减少5% 那么现在要去看了 2007年美元又走高 这个是后面迎接来是金融海啸 大家可以感受到 当美元强势之后 现在会有很大的转折 我们可以看到 在日元开始重新回扁之后 他会奠定日本 开始产生一个日本的转向 看起来有助于 日本重新回到他原来的竞争力 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 在朱镕基时代 1994年他实施汇改 造成东协国家 整个经济的崩落 在经过20年做了调整 现在看起来东协的经济 也正在蒸蒸日上 第一个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印尼的股市 印尼从255点涨到7355 大家都知道 2022年其实受到通盘跟战争的影响 全世界股市都大幅回挡 但是印尼股市不断的创新高 印度大质量也在高点 印度从2615跑到62,000多点 马力拉没有那么强 但是他也同样高姿态 泰国也呈现一个高姿态 换句话说 在全球股市这次拉回整理当中 东协市场也包括澳洲 这次都不断的理创新高 这一轮当中中国杀红肉眼 但是越南的订单是接不完 越南在过去蹲了20年之后 现在看起来有细日在起的一个声势 你看到在福智民股市 现在已经到1536 他也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幅最大的市场 最近日本的首相来访问越南的总理 那么现在看起来是一个转折的重要的位置 我们来看刚才要跟大家特别讲的 日元在过去的30年 从360一路升值到79.75 到2011年日本陷入到最大危机的时候 在75.35 那么现在日元重回130 这已经回到20年前的一个日元的位置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1990年的时代 日本泡沫经济吹破以后 日本股市的市值快速的下滑 包括日本的GDP的总量不断的减少 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世界开始呈现一个新的轨道 日本如果再起 对中国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那最近在越南当地非常醒目的新闻 是李嘉诚投资越南 李嘉诚大家都记得 他在2014年把中国的资产都处理的完毕了 那这个时候李嘉诚转战越南 我相信这是一个在未来亚洲投资当中 非常重要的转折 腾讯的网上也看到 他说李嘉诚大举投资越南 什么讯号 他说内资外资会由集体撤离中国 他说越南大爆发 中国会逼到墙角 这个图是李嘉诚现在到越南 受到大家高度的瞩目 越南的股市过去这一年 引发大家的高度的重视 越南成为吸引桥外资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 所以大家从这个当中感受到 越南再起的重要的态势 接下来我们要非常注意的 中国在面对内外的夹击当中 从上海的封城 现在欧洲跟中国关系逐渐的交恶 他说中国大规模投资欧洲的时代过去了 另外国际金融机构 对中国在2022年的GDP 现在都有调降的动作 那么现在大约都在4.2到5之间 最近的巴克莱银行把中国在2022年的GDP的目标值 降到3%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 如果我们现在拿1990年日元开始回贬 或是当年的大幅升值来看 人民币在升到尽头之后 对中国最大的考验 第一个过去30年所吹起的房地产的狂涨 所造成的中国购买全世界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 它很可能在这个那样会缓转 另外一个中国的房企现在累积非常庞大的负债 如果房企倒闭 那这个债务全部归国家 第三个中国的老百姓在过去买房高杠杆压力的危险 所以台湾在90年代 我们看到台湾很多人去借钱买房子 最后都断头 那银行承担非常巨额的呆账损失 所以我相信中国的银行业也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最后会影响到内需 内需当中最近我可不可以看到 大润发的高薪控股 股价从银行业卖掉之后13块4跌到2块2 这个跌幅是非常惨烈的 台体捞最高86块6 那么现在它最惨掉到剩10块 去年规则46亿人民币 这个是大钱 所以中国的经济的降温 从人民币当中也大概干出一些端倪 这一次要非常注意的 上海封城之后 所有的外施大规模的移走 我相信这是一个中国经济未来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经济重要的三只脚 第一个中国生产基地的重要角色 这个时候如果在封城当中 产业外移造成了中国生产的角色改变 第二个 现在平台经济在中央不断的控管当中摇摇义坠 最近这两天又传出马云被捕的消息 一度让阿里巴巴股价开盘跌了将近一成 那这个情况来看 中国的监管风暴仍然非常肃杀 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再松绑 那我相信新科技的创新的狂潮 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最后一最严重的 中国的房地产如果泡沫吹破 很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更巨大的影响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当美元再度走高的时候 中国在这个地方三只脚 如果全部折断 下一个失落的年代 中国要格外的小心 最后我们来补充一下 巴菲特也告诉大家 他说要对抗通膨 现在最好叫投资自己 什么叫投资自己 巴菲特在过去通常来讲 他手上现金非常多 现在第一季呈现现金滑落的现象 他今年投资西方石油 包括他投汇谱 包括雪佛龙 这个大概都告诉大家 在危机入室的关键时刻 价值型的公司 会在通膨来袭当中 他呈现相对抵抗力 这个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现在包括马斯克都想要去买可口可乐了 那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 过去蹲在地上的很多传产股 在对抗通膨当中 有泡沫相对少的 或EPS相对高的 本益比相对低的 未来很可能是值得大家来研究的标的 要跟大家特别来声明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代客操作 也没有在耐的群组教人进出股票 那我想还是要郑重其事告诉大家 所有在耐的操作的行为 绝对都不是我本人 我再三赋议所有投资一定要靠自己 我想再一次来澄清 谢谢大家的观赏 那么今天的老谢开讲 就报告到这里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的观赏 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